大家好,现在给大家介绍关联端打提卡的制作 首先打开关联端 上面选项选择打提卡 左边这边有六种是软件提供给大家进行打印来给学生使用的 然后我们新建 导入一张 用滚轮可以进行放大跟缩小 用右键来进行指针的变换 我们先进行测量上标志点 然后再读取下标志点 然后再测量标准块 然后给达提卡一个名证 选择填图块 这些都制作完了 然后我们进行考号的制作 制作打提卡一定要沿着边领 然后选择是否缺口 制作打提卡一定要沿着边领 选择选择时间类型 选择时间类型 都选择完之后 我们开始进行选择题的这些题目的制作 量好一个之后可以直接这样横向挪动 现在注意 一定要按题号顺序来制作 否则是否则 否则答案会乱了 制作好之后点保存 制作好之后点保存 选择之后 选择之后点击识别 识别答案出现之后 跟图片中客观提的答案对一下 如果吻合 如果吻合 打提卡就制作成功了 请不吻合 请不吻合